鄉親小時候 一定都玩過這招筆機 但是要怎麼才能讓這招筆機背後 儘管說 其實是有祕訣的 好險鄉公所在四個期間 就來開辦很多演習的課程 筆機和人家共享受到小朋友的虛擬 自己當初DIY做這招筆機完成後 大家是玩得很開心 1 2 3 4 5 5 4 4 小小模型火靈機隨風起飛 小朋友是歡喜跟叫出來 會只能歡喜跟真有生主感 是因為這些火靈機 都是小朋友親手自己做的 就是帶小朋友來參加那個 紙飛機的科學營 然後是鄉公所 福星鄉公所辦的這個活動 是免費讓人家參加 對於小朋友就是很抑制很多 可以參加還不錯這樣子 我會來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趣也可以 讓我學到許多紙飛機的知識 鐵中模型像手組中 增上機翼 機身 就是這台火靈機 太過了去陰廊 才會讓這頓大人跟小孩 才能到立在裝紙飛機 就是說紙飛機的 手拿來就把它夾出去 都沒辦法去鄉修就說 這個紙做起來的這個飛機 飛起來我們親手說 膠子一樣它也會怕癡 也親手我們現在 這個飛機的模型一樣 可以這樣做到它的造型很漂亮 我們飛起來的效果非常強烈 我們一般就說 現代人家叫做很強 那麼我們這個紙飛機 現在我們有辦法做到說 會拍攝的 會轉彎飛回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正常的一些飛效 我們已經有辦法完成了 蘇格旗艦 好現場公司請老師來跟小朋友 DIY做紙飛機 小朋友他叫特驚駕駛 製造出梅菜、火草 又背了很興奮的飛機 讓小朋友是很開心 記得老師表示 完成的紙飛機 可以調整他的機翼 讓他背後背後又背後 也來增加小朋友 製造紙飛機的行處 大中華新聞 林君英好兄蔡宏報道